报告 一分都改到 二分都改到 你们一分队 从柳子湾 绕到15连队的屁股后面 狠狠地打抬一下 减轻十八团的压力 是 专队长 你们二分队 从石村口 绕到15连队的后面 多准备一些手榴弹 把他们的技巧 全部给我炸成非同烂铁 是 胡老板 老板 说情况 说 封领游军队 在十里和一十一军交火了 十一军 对 杀十一军 而且火力还猛 十一军 不可能成为鬼子的帮凶案 这里面一定有差 那当时品质部队出现了 调令距离 距离调整完毕 调整完毕 坐标 精确定位 快点 这是攻击目标的坐标图 我在图上标记了射击点 两个目标 都在射程范围之内 准备 发 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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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1年9月11日 公本旅团针对十八团进行了报复行动 十八团和八路军封领纵队遭到了惨重的失败 山口组织影子部队的斩首计划得以成功实施 十八团团长欧阳尊在这次战役中不幸牺牲 你出去 你出去 小雪 出去 出去 是你干的吗 我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你发什么神经 张小雪 张小雪 我现在可以肯定这个事就是你们做的对不对 既然你这么聪明干嘛不做好预防工作呀 你现在不是管着特务连和侦察连吗 他们都是吃干饭的吗 你为什么 你为什么要杀死我父亲 大满哥哥 你说这话就太没良心了吧 我怎么说也是你们欧阳家的媳妇啊 你的爸爸就是我的爸爸 我怎么可能忍心害他呢 你逼我敬死你 你掐呀 你使劲啊 你掐呀 别忘了 凤凌城最大的特务 山口 可是你放走的 大满哥哥 咱们俩怎么说也是夫妻一场嘛 实在不行的话 我们两个可以手拉着手一起去坦白一起去自首啊 你揭发我是日本特务 我揭发你是 汉奸卖国贼 看咱们俩谁是最后的倒霉蛋 可以肯定 欧阳团长的牺牲 是山口组织整个计划中的一个重要环境 欧阳团长临时变成 虽然重创了工本旅团 可是没有想到 就是说 这支影子不对 他们非常了解清风领的地形还有状况 他们不但可以把牌与炮戴上山 还可以精准地定位十八团的指挥部 没错 山口虽然死了 可他的阴魂不散 肯定是我那个冒牌的假妹妹 没错 我们虽然知道是他 但暂时不能动他 山口之渊虽然死了 可他的影子部队 却打着十一军的旗号 和我们的游击队碰了一下以后 却消人消失 下落不明 如果我们要彻底地挖出这个魔爪 能够利用他 就只有这个女人了 你开枪啊 自己的弹夹被人卸了都不知道 你干什么吃的 我们八蛋 我们八蛋 张云旋 又被人杀了我 你还不配 你还不配 二北找我什么事啊 老天 坐下说 还忙着呢 团长的后事要安排 十八团一千多人要吃饭 还有军火药品我都得安排啊 不是 老天 这些事你能不能先放一放啊 到底什么事啊 赵金哲的事 赵金哲 对 我可以肯定地说 团长遇害 就是赵金哲他一手策划的 欧阳寅长 帮我接通事部 是 喂 接师部 师部电话接通了 你先出去吧 是 你好 是师部吗 我这里是十八团 麻烦给我找一下田市长 赵金哲这个王八蛋 他已经到了丧心病狂的地步了 咱们不能再犹豫了 咱们必须马上采取行动 把这个毒瘤给除掉 如果二位没什么意见的话 今天晚上我就带人下山 老范 你冷静点 我没法冷静 单凭赵金哲在清风岭出现过 就认定他是元凶 是不是草率了点 老铁 你是不是糊涂了 有谁比赵金哲更了解我们十八团 有谁比他更熟悉这篇清风岭 要是没有他在里边助纣为虐 那些日本鬼子 怎么可能在我们自个儿的地盘 来去自如 还轻松杀人 这件事 你跟大满说过吗 说了 他什么态度 他爹刚去世 你希望他有什么态度啊 他当然是要报仇了 老刘 你的意思呢 我也觉得赵金哲嫌疑重大 团座遇害的日子 正好是大满和萧雪成亲的日子 赵金哲作为萧雪的哥哥 来看看妹妹的婚礼 也不是说不过去啊 你能不能不要再跟我扯这些有的没的 赵金哲有多狡猾 你们不是不知道 他一直想替他父母报仇 只是没找到合适的机会罢了 这回 他正好趁着他妹妹结婚 把团长给害了 他为什么投告日本人啊 他不就是想借着日本人的手 来报私仇吗 老弟 子明说的有道理啊 你想想看 单凭这些小鬼子 他不可能把青空里的地形 吃得这么准啊 更不可能把迫气泡 运到我们的眼皮子底下 而不被察觉 他们是来得快撤得也快 简直就是神说鬼没 这正是赵金哲的一贯做法 我们吃他的苦头还少吗 老弟 赵金哲作恶多端 死有余辜啊 各位 你们刚才说的话我都听到了 赵金哲勾结日本人杀害抗日团长 这已经不是家仇而是国恨了 作为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 都是不可能容忍的 但是在这儿我还是要谢谢你们 谢谢了 西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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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杀掉正经者 为团长报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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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老板 几乎所有十八团的人 都认定赵经者是杀害欧阳团长的元凶 现在情况很紧紧 也要尽快想办法 那 赵小雪有什么反应 没什么反应 和以前一样 大总 我们的庆功礼仪站啊 虽然不能说是打劫 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意义 毕竟我们击毙了欧阳村啊 村木连队遭到了十八团 和巴勒军的前后夹击 损失三分之一 石谷连队也遇到了同样的命运 我工本旅团自进入中国以来 还没有打过这样的败仗 会不会是我们内部出了问题 嗯 民国二十六年十八团根本就不堪一击 这怎么到了清蒙里以后还叫 赵会长 山河大佐的下落有消息了吗 没有 我听说八路军的柳青补 还有十一军的吴松江补都在找他呢 是情报出了问题 应该得尽快减少情报的失误 头疼摸摸地 有识大日本帝国军人的尊严 赵会长 利用你的一切关系 尽快地找到他的下落 您太抬拒我了 我都已经臭到家了 我哪有什么什么什么关系啊 再说了 这个山河大佐所有的行动都是绝密的 我们维持会很难反这个禁忌 要不您再想想别的办法 大佐 您公务繁忙 我先走了 什么事情 接到蜻蜓新的任务 十八团有新的活动 笑什么呀 这不挺好的吗 他们盯上我了 顺便帮我洗洗澡 省得我自己给自己辩解了 金哲 你可是千万要小心哪 现在可不是一个欧阳大满了 是整个十八团精心布置的报复行动啊 这已经成了事实了 我也躲不了啊 小野还有工本一直盯着我 这还是明面上 暗面上不知道多少眼睛呢 我可以按照你说的 我躲到我们的秘密根据地区 这万一要是暴露了 会牵涉很多人 我等回家去 等死啊 你就放心吧 我能当出头穿子 也能当缩头乌龟 但是他们奈我不了何 谁家里还没有几个老鼠窟窿啊 你说是吧 现在十八团谁当家啊 不知道 他们是国军系列 应该是通过上面委任吧 不过我听说啊 十八团的顶头上司 是田人田市长 那完了 他只相信欧阳大门 他要是当了十八团的团长 十八团就不是十八团了 当白 特务连的兄弟已经回来了 情况怎么样 封礼城很平静 没有发现什么可疑的地方 张兴哲呢 他在家 应该是没有发现 我们要对他采取行动 今天晚上 我就让他都维持会 兵着他的坟墓 大门啊 咱们从 特务连 侦察连 警卫班 抽取些精兵强将 人数呢 就不要太多了 但是一定要是最可靠的 最老练的 我们得保证 进得去 打得应 出得来 子民哥 要不然这回的行动让我们去吧 不 你得留在家里 替你爹守灵 放心吧 我保证把赵清哲的脑袋带回来 祭奠团长的英灵 谢谢你 啥都不说了 如果那天 我把赵清哲抓了 或者是 直接就把他杀了 你爹就不会出事了 团长遇害 是我范子民的错 如果我连仇都没法替他报 我还有什么脸没留在齿巴团 什么都不说了 我去哪里 你不说什么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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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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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放假三天 休息 这也不合适吧 弟兄们都放假了 那维持会的工作怎么办 维持会没什么工作 真有事了 我找你就是了 晚上总得值班吧 我值 你可是会长啊 会长也能值 去吧 赵会长 其实十八团要找您报仇的事 弟兄们都听说了 你给大家放假 无非是不想连累大家 杀人偿命 欠债还钱 欧阳团长真是你杀的 他十年前就该死了 没找到机会 我杀了他 行了 告诉大家 不管有什么想动 千万别回来 我们以前给大家买棺材 喂 明天开始啊 放假 放假三天 秦哲 回来了 后事安排的怎么样了 什么叫后事 瞧你这话说的 你得离开一段时间 不能往枪口上撞 那你呢 我走不了 十八团这次是冲着我来的 最后气如果出不了的话 他们不会善罢甘休 吧 赵会长 赵夫人 什么事啊 小野队长请您去一趟 知道了 好嘞 弟兄们 我代表欧阳团长谢谢各位 我欧阳大满在这儿给各位鞠躬了 铲除大罕金 为团长报仇 铲除大罕金 为团长报仇 报仇 报仇 大左阁下 蜻蜓已经派人送来情报 十八团的人已经下山了 前兵队埋伏好了吗 已经准备好了 就等着他们自投落 好 你亲自指挥 一定要消灭这些野狐狸 我想在明天的报纸上 看到皇军的大劫 是 好 怎么样 赵清车在家里 谷雨呢 石谷雨不在 行动吧 是 火力要支 咱们 赵清车 Seg 小鬼子早就预谋好了 我们上当了 三寨长 赵清车和小鬼子早就预谋好了 我们上当了 奶奶的 你现在赶紧带两个人 把手指引者给我找出来 一定要把他给人家 是 又无法给他 丹妇 赶快撤吧 长谦长 那小子显 famous 大人 第六圈 多活两天 ование 是 行 他们 账 东 moeten 快走 小车 这是我们的烟火 赶紧护士 别打动了 废话 赶紧给我走 走 没错 他们都是十八团的抗匪 赵会长 十八团的人为什么要杀你 这还用问吗 在风影地区想让我活着的人不多 全都想让我死 您说我这是招谁惹谁了 赵会长 我听说你巧识计策 击毙了十八团的欧阳团长 我 这话您听谁说的 赵会长不要谦虚 击毙抗匪团长 那可是大功一件 我可不敢贪天之功 这炸死欧阳尊确实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这以前确实 我确实想让他死 可是现在情况不一样了 我说了 您别不高兴了 我妹妹现在就是十八团的人 她还是欧阳尊的儿媳妇 你说我要是把她给干掉了 我妹妹还能有好吗 是吧 你的妹妹是抗匪 实不想问 我妹妹是十八团的一个护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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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起你 对不起你啊 团长 我这样的命令还要不要啊 团长 就让子力随你去了吗 团长 罗范 团长 干什么你 胜败兵家常使 您是老军人了 这道理都不懂吗 怎么样 你冷静点 这死失去的责任 怎么能全败你呢 要怪就过张京生 那小子太狡猾了 怪你放心 他躲过厨艺 躲不过十五 这一笔账 再迟早时间和他算呢 你起来 你们话上慢慢说 四八个兄弟啊 那是我的错 让我随团长去吧 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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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没事吧 没事 可能是吃坏东西了 要不要去看医生 不用 我自己去去 我看还是带你去看看医生吧 不用 你忙你的吧 不用不用不用 好 真该死 我怎么就没想到 螳螂捕蝉黄雀在后呢 这不是你的错 是我们工作的事物 我们也没有想到 日本人会横插一杠子 利用你 给十八团设立一个陷阱 我们现在最想搞清楚的是 公本怎么会知道十八团的行动 是谁写的命 十八团这次的任务是 给欧阳伯部报仇 所以我认为不应该是 欧阳大满从政作梗 那就只能是 假赵小雪 是该跟这个女人摊牌的时候了 教官 没错 只要揭露这个女人的底牌 再有可能接近影子不对 教官 我需要一样东西 什么 数字 代表蜻蜓的数字 医生 我有什么病啊 您没有病夫人 您有喜了 是说 恭喜赵夫人 您回忆了 我给您看点安泰药 警长 伤口之愿虽然死了 哥本在您面前还有一个更大的障碍 你一定要考虑好啊 公本大作 对 公本和伤口一样 从来没有真正的信任过你 你的一举一动 都很难避开他的耳目 这是奇异 秦儿 如果公本也知道 蜻蜓这张底牌 如果他知道 您想要揭开这张底牌 对您的怀疑 会进一步地加重 甚至还有可能彻底的撕破脸皮 你的威胁 就更大了 静哲 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我怀孕了 你不是一直都想当爸爸吗 你不是一直都想有一个孩子吗 终于可以如愿以偿了 我怀孕了 这个孩子来的不是时候 毕竟欧阳伯伯的尸骨未寒 你我处境又这么危险 多一个孩子 就多一份牵挂 我想过不要这个孩子 可是我真的舍不得 可是我真的舍不得 毕竟这是我们 日盼夜想的 静哲 你回来了吗 是你回来了吗 赵夫人 你最好别身杂 我今儿不是来杀人的 你怎么知道这条岸道 猪头满派你来的 你们赵家庭园里的 看门口实在是太多了 没办法 只能借用你们家这条老鼠袋了 饭叔大驾光临 有什么事 赵清哲呢 他出门了 日本人派他去北平办点事 一个月才能回来 你有什么事就跟我说吧 北平 其实也没什么大事 我是代表大脉 代表十八团 来向赵清哲 道歉的 道歉 是 我们已经查清了 杀害老团长的真凶 这和赵清哲 一点关系没有 我们之前 不但误会了他 还差点伤害了他 对不起 没事 谁让荆哲他名声太臭呢 范叔 那凶手是谁啊 妖姬 认识吗 当然认识了 就是为师会的 凶手是妖姬 是 就是他跟日本鬼子勾结 害死了老团长 爷爷 范叔 你肯定是搞错了 妖姬没这本事 他也没那胆子呀 不可能 他已经招供了所有的罪行 如果你不行 可以自个儿去问他 那妖姬在哪儿呢现在 我们还没来得及把他带走 暂时关押在西郊外的清风客栈 范叔啊 你不会是给我下的套吧 我范 我范子鸣是那种 给女人下套的人吗 我范子鸣是那种 反正该说的 我都已经说清楚了 还请麻烦你 带我们 向赵金哲转达歉意 告辞 等等 我跟你去见一下妖姬 请 紫木 请 范叔 你这是干什么 丫头 叔对不起你 可 可是我实在是被逼得没招啊 委屈你了 待会儿闪闪好 谷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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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会长 谷云呢 夫人没在家吗 不会吧 没见夫人出去啊 谷云呢 谷云在吗 谷云也没见 去吧 去吧 去哪儿了 宋宝 不是 范院长 范院长 我在微信会做事 实在是我们发生 没干过什么坏事啊 真的 谷云 你原来也是我十八团的人 也算是个决人 可以现在呢 投敌叛国卖主求荣 但比这一天 我就在那儿滚 别别别别 别人家范院长饶平啊 怕死是吧 不怕 我怕 你真 真怕呀 徐郎 我给你一次机会 赵新车呢 去北平了 北 北 北平 他 他去那儿干嘛呀 胡说八道 没有的事 今天早上 我 我还看见他了呢 你这臭丫头又在那儿撒谎 晓星 回去告诉赵新车 就说施国瑜 让我范自明请上山做客去了 如果他不想看着自己的女人死的话 就乖乖地上山 认罪扶法 明白吗 明白 明白明白 滚 滚 你说什么 夫人被范自明抓到清风岭了 范自明让我转告您 如果不想看到夫人死 就赶紧到清风岭认罪扶法 什么意思 这十八团住在土匪窝里 现在也学会绑票了 赵会长 你赶紧想办法救夫人 如果见不到您 恐怕 夫人真的没命了 老板 胡云鱼我已经安顿好了 不过 这回咱们干得有点不爷们啊 我担心兄弟们 不会说闲话 你放心吧 不会有人说什么的 不是 咱们这回干的那是绑票 这是土匪才干的事啊 谁说咱们干的是绑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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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人有很多种方式 这是其中的一种 好好照顾他 行 什么 谷雨被抓到咱们这儿了 谁干的 是方县长大人去的 听说实际上他做人质 逼赵经哲上山略领罪府法 吃错药 这不是绑票吗 方县长虽然为团座报处心切 但是我觉得 他做不是这样的事情来 可能是另外一个人指使 不应谈谈 铁处长 我们要不要现在把人救出来 别难看 看看情况再说 记住 一定要保护好谷雨小姐 千万不能让她受到任何伤害 明白吗 明白 去 这儿 大子铭 你现在是越来越出去了啊 就会保票了 你看看他到底是军人 还是土匪啊 老子什么时候保票了 你给谁当老子呢 啊 我留着把当年在独立营 当营党那会儿 你不过就是个连长 再怎么说 我也是你的上级 我不能受伤你啊 行行行 你说说 但是 老子里来的就不是土匪 就凭你干了土匪的公道 你帮允人的票 你怎么不去大家结事呢 我再说一遍 我没帮票 你哄鬼呢 绳子捆着 麻袋装着 嘴巴还塞着 这不是绑票 你家这么学心呢 二位吵什么呢 那么多下手看着呢 有什么话不能好好说啊 老田 你来的正好 你问他 老范 怎么回事啊 没事 还没事呢 这肉票都保到军营了 不是 范大明啊 你脑门子下面贴的是脸 还是定啊 哎 刘大宝 你怎么骂人呢 老范 不怕惊动团总的绑领啊 老范 怎么回事啊 什么绑票不绑票的 老弟 你别听宝哥在这儿胡脸脸 明天团长不是下葬吗 那么我们就把石谷雨 骑上山来 让他参加葬礼 你说这样不行吗 就为这事 团长一直把谷雨当成女儿看 来参加葬礼 那也是理所当然的嘛 老铁 你问问他 这人是怎么请来的 是是是 我承认 我的手段 是过分了一点 可 可那是因为她是赵金哲的女人 汉奸夫人 怎么着 哦 只许他们杀人放火 我们兄弟稍微出口恶气 不行啊 范大明 你要杀了汉奸赵金哲 我没说的 但是你帮女人的票 就是她娘的丢人现眼 范大明 你给我记着 咱们现在虽然暂时住在土匪国里 可咱们不是她娘的土匪 是顶天列地的军人 行了 老刘 老刘这么做 也是因为团长遇害 情急所致嘛 我老刘 这么大事 应该跟大伙商量一下的嘛 不是 我去 报告 三位长官 师父来人了 欧阳营长请三位到团幕区一趟 欧阳团长奋勇抗战 为国捐躯 堪称我军之典范 二战区已报警委员长 受青天白日勋章一枚 家不可一日无主 军不可一日无帅 经二战区报警委员长批准 委任欧阳大满 为国军独立师第十八团团长 受尚孝贤 欧阳团长 希望你不要辜负师座的信任 卑职为国捐躯 万死不辞 尽量 从今天开始 我欧阳大满和十八团的每一个兄弟 甘胆相照 同生共死 将中华之民族抗战 进行到底 祭球日后 反国复战 祭球日后